距离大概市镇,大概9公里远呢,有一个叫做 Great Wall 的地方 那这个 Great Wall 呢,它就在大路旁边而已 然后这个前往原田的路段呢,它的路呢,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蛮好走的 那我现在要从这个小路这里进去参观这个 Great Wall 啦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 Great Wall 啦 是一块非常大块的这个土墙 如果你们有看Naruto的话呢,你们就会想到这个 Kakashi 的土流壁啦 跟 Kakashi 的那个土流壁呢,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一个长形的 Great Wall 然后在这个墙壁前面呢,它是有一些这个椅子啦 哦,应该是某个宗教仪式的地方啊,可能啊,我猜啦 哦,然后它这边呢,是有一个祭拜的地方 应该啦,我猜啦,走上去看一下 哦,看到一个圣像啦,这真是 啊,是圣母马利亚耶 哦,所以这边是,啊,来基督教来拜拜的地方 那这个 Great Wall 呢,对他们来说呢,应该是相当的神圣啦 哦,啊,这边,这个不知道哪里做什么的 嘿,啊,旁边那边呢,它是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啦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走上去这个墙壁上面的哈 你们看,这其实是,蛮大片的 好,现在沿着这条路段呢,我感觉上是可以走上去这个土墙的 上面啦,哦,跟着它走 哦,这边有一个小洞,所以我要钻进去了 但是有点小耶,哎呀,我的背包不知道会卡着吗 啊,OK,还好,钻进来了 哦,这边还有路,好,走上去看看 哎呦,这个就是,墙壁的上方啦 好,全部都是这个大石头 哦,可以走上去的耶 但是就不走上去啦 它上面是这样子平平的 哦,OK,真的是一面墙耶,好特别哦 哦,后面呢,就是树林啦 好,它上面的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OK,话说我,昨天我住的那间,Target Hostel哦 我问了那边的老板娘哦,她才知道哦 原来在Target这边呢,是蛮出名他们的这个风景线的 还有一个叫做Target Loop的一个环线 好,很多这个Lead Packer呢,他们都会租摩托 然后来这个Target这里呢,就是走那个Target Loop啦 但是这一趟呢,我就有一点赶时间,所以就不走了 好,下次再来吧 我要再钻回去这个洞了 这个Grid Wall呢,大概大概就是长这样子了 就是一个大墙壁而已 从这个旁边那边拍给你看 就真的是一个直直这样下来,感觉上就是一座山被切成一半这样子 平的你看,它的墙壁真的是平的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自然景观 好啦,现在要继续我的旗星了